大家晚上好 欢迎来到有名堂读书会 今天是第116讲 由李济玲老师为大家带来 园丁与木匠 园丁关注生态 尊重并激发不同草木的季节性 多样性和可能性 木匠关注功能 绳 斧 锯 刨 凿 以单一目标为中心 作者带领我们看懂 孩子行为背后的学习规律 用大量经典而富有创造性的实验 为我们描述孩子在看 听 玩 做的时候 怎么学习的 以及在幼儿期 学龄期 青春期等学习特性 为我们展现高手父母的育儿观 那么下面隆重介绍一下李济玲老师 他是教育规划师 心理咨询师 创意写作培训师 凡能读书认证 翻转师 他有着13年快乐育儿经验 9年中小学生国际交流课程设计 及时钞经验 5年国际交流学院教育教学经验 5年吉林日报新闻采编经验 2年青少年创意写作学习及践行者 吉林老师可以说是秀外会中 使读书会有名的才女 下面就把最宝贵的时间交给吉林老师 有请吉林老师 好 谢谢金花 各位书友 大家晚上好 非常珍惜这样的机会 能和大家分享关于育儿方面的好书 我首先和大家先说我为什么选择这样一本书 因为做了妈妈以后 其实在养育孩子的路上 包括我也同时在做相关的和孩子有关的一些工作的过程中 其实发现人要成长的地方很多 尤其是在当了妈妈 就是就属于没有任何这个从业资格证的考核 但是就要上岗 必须要上岗 而且还会终生的要从事这个职业 所以我觉得应该在育儿的路上 每一位家长都应该多学习吧 我肯定是那个愿意学习的人 所以我就选择平时多看很多育儿的书籍 包括这一本《园丁与木脚》 那这本书呢 我今天由于其实书籍的内容对我来说其实还是挺难的 或者说是因为它从各个不同的学科的角度 它提出来的一些想法还是很新颖 当然也要让我激发我更多的一些学习的欲望 所以呢 我就是想尝试着从我自己的这种角度 来和大家分享 那我这种由于能力所限 一定会有很多讲解的不透不周不尽之处 恳请各位我崇拜的老师们 当时给我以很多的批评与指正 那今天这本书呢 我将从三个方面来和大家分享 第一个部分呢 就是简单的和大家说一下 这本书的作者 还有这本书是怎样那本书 第二个大部分呢 是从这本书二十多万字当中 来我提炼出 我认为啊 就是值得我们更多的来思考和学习的部分 那就是书中所提到的有两种思维 包括两种策略 还有孩子们到底是如何学习的 这是作者的视角 那最后呢 也有一些我自己的粉丝和各位家长 妈妈或者是所有的 对育儿或者对家庭教育感兴趣的好朋友们 我们一起来探索 那第一个部分呢 简单的和大家来说一下 这本书的作者 这本书的作者 艾利森·高普尼克 他是国际上公认的一位 儿童学习和发展研究的一个泰斗级的专家 在泰斗上有一个演讲 那篇演讲当 那是2018年 演讲以后 就是他得到了一致很多的好评 当时因为我看了一下 虽然有一些 当时看的时候是不大理解 但是我觉得从这样的一个身份的人物 他从写书 后来也包括写了一系列的 关于孩子是如何学习的书籍 他都让我们能够从不同的视角切入 我们做父母啊 如何和看待我们的孩子 看待我们之间的关系 另外呢 就是这位作者 他更是在自己研究的基础之上 因为他平时做一些哲学方面的研究 是心理学家 哲学家 包括研究生物净化方面的知识 然后从这些角度的研究的同时呢 他因为本人还是三个孩子的妈妈 和三个孙子的奶奶 所以呢 他也一直在仔细的观察 自己家孩子的这个成长 也从中在验证他和他的团队 一些研究成果 他在曾经有一个一系列的书籍 叫孩子就是天生的学习家 在这里边呢 他用了一个叫贝耶斯算法 能够解释很多关于孩子 在因果推理方面的一些嫌触运用 这个因为是数学和相关的理论知识 虽然我不是很懂 但是能切入这样的一个视角 来研究孩子如何学习和如何思考的 这是一个很新颖的一个提法 其中就是有一本书 这个叫孩子是如何思考的 这本书呢 还曾经融列就美国育儿网站 也叫Bible的50本 最佳育儿图书之一 那我想以后在我学习完这本书的基础之上 我也会购买他的其他的那个系列 就想看看这位哲学家兼科学家的奶奶 这个身份 他研究出来的孩子的学习的这个状态 是什么样的 所以呢 也就是基于这几个原因 我想这位老师 这位作者写出来的作品 一定是首先他要有一些 他很坚实的科学理论在做支撑 同时又是有哲学家的这种高瞻远瞩 当然最吸引我还有 就是他有一个祖母般的这个温情 所以我就选择了来好好地想读读这本书 那么这本书的翻译呢 是就是清华大学心理学系的一个副主任 叫赵玉坤老师 赵玉坤老师呢 他曾经就是在这本书的后继当中 就给了一个很高的一个这本书的评价 说这是我读过最好的育儿书 因为如今我们市面上有好多育儿书 多数是在讲方法 但是呢育儿这件事 其实要比起怎么做更重要的事情 如果是多问为什么 一定会要能得到更多 更好一点的答案 而正好也就是这本书 他从进化的生物学 社会学 还有人类学 等这些广阔的事业出发 他通过讲解最新的这些科学的研究结果 从更高的观点来看待了人生和育儿 就是他直接能够讨论了一个为什么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为什么会养育孩子 就为什么我们的孩子 就从出生 一直生了18岁 我们讲现在说到了大学毕业的时候 都还是觉得他如此的奇异 有时候甚至是很混乱 而在这个背后呢 就依然阻挡不了 我们对孩子的那份执着的爱 这个我们平常人的这个心态 我们说那是我的孩子 但实际上当作者透过生物学 或者是一些人类学的一些视角 来帮我们分析 这个原因的时候 作者在书中指出 其实这个育儿背后那么多的 为什么可以去进化的这个里面 找很多原因 这就把我们对育儿问题的这个思考 从平时的我们鸡毛蒜皮的很多小事 让我们很抓狂的 好像从几年 十几年 甚至几十年 一下子帮助我们放大到了 十万年以上的这个维度 那就是整个人类进化的这个过程 那这可能也就是这本书 鹤立基群与其他育儿书的 一个鲜明的特点 他书中给出了各类 关于发展心理学的研究 最新的一些干货 但他不是为了解决目前 我们很头疼的一个个的小问题 他是想将这个内容 组织在一个超大的这个空间维度 和时间维度下 让我们来思考这个关于进化的状态下 作为爸爸妈妈 我们到底想要做怎样的父母 才是成为一个真正父母的本质 所以呢 就是刚说到这些的时候 听上去我开始的时候 也觉得这个视角好大呀 好像跟我们没有关系 但实际上我们想我们平时 每天都生活在这种细碎当中 如果能够暂时的放下眼前的 因为一道题不会做 或者因为一个字没写好 而让彼此的亲子关系就得到一些僵化 甚至是一些破碎的话 那我们何妨就暂时的抽离一下 当下的这种窘境 那我们也去远一点的这个高一点的这个视角 就是穿越了这本书的文字啊 图像啊 去品读一下这个进化视角下 如何看待父母孩子 如何看待我们这漫长的童年 以及我们爱孩子和孩子爱我们之间 这个爱的关系 那可能我考虑的就是因为这些 我希望呢 如果我读了通过我自己阅读的这个过程 能够减缓 我也有时经常会困扰我的育儿的焦虑情绪 当然我更期待就是 每一位也能够听到这本书 或读到这本书的爸爸妈妈 希望你们家也会因此多一些 更欣欣笑容一点的亲子关系的这种场景 当然我最期待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孩子 就是希望不论是刮风下雨 还是艳阳高照 不论爸爸妈妈的情绪是阴晴缘缺 都希望我们能够一起为我们的孩子 呈现一个明亮的温暖的安全的生活世界 让他的心底都能铺上一层健康的 暖的自信的有力量的这种精神的底色 我想这样才能让我们的孩子 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他自己 去追求他自己的人生 这是我在第一个部分呢 想和大家分享的关于我为什么选择这本书 以及这本书整体讲了一些什么 那第二个部分呢 包括第三第四部分 我就是想从三个内容的角度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这本书当中都讲了什么 就像这个书的题目一样 它叫园丁与木角 那这里边实际上他作者是给了我们两个视角 就是我们看待平时育儿的时候 是个园丁式的育儿方式 还是木木匠式的育儿方式 我们说当我们作为父母 大家都知道每一个人都很不容易 甚至有的已经不止说累得要命 而且会被气得要死 或者是很多的焦虑的 要控制不住自己的所有 就是整个生活平衡的状态 但是呢 因为他是我们的孩子 我们还要乐此不疲的奉献我们的一切 那么这个呢 说法我们说都是我们自己 每一个人是这么想的 我们也一直在坚持 在作者的这个观点当中呢 他在这书中开篇 他就提出 其实这样的养育观念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那就是养孩子吧 让孩子长大 不论多气我 我得给他培养成人 最终第一个他长大了 我这一生我的工作也完成了 最终他还得养老送中等等 但在这里 作者都认为这种观念 不论是从科学的呀 哲学的呀 还有政治学的角度 甚至也有时候我们最重要是个人角度 他认为这样是错的 那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判断 那他的眼中 这个正确的观念又会是什么呢 在这里呀 我想先和大家来做一个小小的一个案例分享 这个是我生活中经历过的 那拿到这个案例的时候 可能我们就能够感受到 在作者眼中的育儿 如果是这种故乡式的育儿思维 它可能带来的哪些后果 这个案例呢是什么 是一个妈妈 她呢就是 是一个心理咨询师 告诉我的这样一个真实的案例 就她是生活在这个一线城市 有了孩子以后就不工作了 一心在家带孩子 那当然 她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一定是给自己立下了很高的志愿 那就是 孩子从出生开始会走路的时候 就给她上各种课 各种兴趣班 启蒙班 在她看来呢 就是不想让孩子丢在 就是岔在起跑线那里 所以呢 当她把自己的生活和孩子的生活 安排的满满的时候 她认为她的目标很清晰 她要把孩子培养成一个非常成功的人士 甚至因为家境很好 她都想好了孩子将来在哪里上大学 大学毕业以后要做什么样的工作 那这个时候 小学只是她慢慢发现孩子累 但是等到这个初中的时候 那场景就不一样了 一是孩子厌学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青春期的叛逆 让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相当的紧张 那这个我想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案例 另外一个就我们生活中 我们平常经常会看到 一就是家长们会说 谁家的孩子都怎么样怎么样 就别人家孩子好 或者说 说那个现在很多家长 我也不承认 我也不否认 我可能偶尔也会有这种做法 就是到处寻找全都是如何教好孩子 学习知识的这种密集方法的手册的 哪怕尤其是在学习成绩提高这个角度 就希望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专业知识相当 非常地厉害而忽略了孩子其他方面的成长 那关于这个案例和我刚刚说到生活中比比皆是的一些现象呢 我想可能直播间各位更多的也会是看到一些 那么这种情况实际上我们说父母都是在尽心尽力 也都是全心全意希望就是为了孩子好 但是呢总是有不随人愿的时候 那这种时候在作者的眼中 就出现了他引出的第一种木匠式思维的方式来养育孩子 那这里面就提出了我们说他是一个定义吧 就什么是木匠式的育儿思维呢 他说他就是家长对孩子有非常强烈的雕琢意识 他和木匠要雕琢一件作品是一样的 自己呢就把我们为人父母当一个工作来做 觉得我要把我的孩子养好 一定得让他成功成才 这是在完成我们自己人生一个重大的一个KPI 就是个考核目标 所以正是因为他一做了父母就有了这种目标 孩子甚至从刚开始出生 他就在精心的打磨培养 按照他的思路想到孩子未来是如何成功 那这样的观念里面 其实是关于我们说要教育教养和这个孩子的成才之间 在家长心里觉得这是一个直通车 而且是一个有一条单线的这种直通车 他认为只要学会一个正确的一个教育孩子的方法 教养尤其是说就在学科上 在学习能力上就一定能养出好孩子 以至他们一定长成一个很优秀的成年人 那这种在作者养育看是一种处方式的养育的理念 它里边就含着一层意思 就是真的有那么一套方法 可能就是我没找到 只要找到了我的孩子一定就是我想要的未来的样子 在作者高普尼克看来呢 就是说这种方法会造成很多的负面影响 那其中呢他给我们分享了两个 第一个就是焦虑当先 之后呢会是强烈的控制欲 就首先说焦虑当先 因为他太希望这个孩子赢了 他太希望按照他的目标孩子长成的样子 所以他时时都是感到焦虑 感到自己做的不满意 或者孩子一直达不到他想要的这个目标 所以说小孩有的是很小就上各种英语启蒙单 画画班呢 还有幼儿园的小孩坐着不到半小时 他有的就是我的孩子是不是多动 就他的那个心思天天纠结 都是自己的孩子不好 要么就多动 甚至被别人推了一下 他会想我得推回去 要不然长大我这孩子一定得是被欺负等等 这些呢 因为他天天担心自己哪里做的不好 让孩子的成长会造成的是遗憾和伤害 所以这种焦虑的情绪 就可能比那些没有怎么做事情的父母 给孩子带来的负面的影响更大更深远 因为他这种焦虑透露出来的 不单是他自己觉得我要好好做 我要找更多的知识 把这东西困属到孩子那里 而且他会传递给家给孩子是什么 哎呀妈妈爸爸永远都觉得我做的不好 是他们对孩子也不信任 就也没有给孩子喘息和成长空间 那这种不信任 有时候要是最终就是像 我就像毒瘤吧 会悄无声息的 他自己也感受不到了 就会传染给我们的孩子 最终小孩就变成了不自信 他会怀疑自己的本有的能力和品质 说是我不行 我做的不好 要不然爸爸妈妈为什么天天担心 我这个不好 那个不好 这是第一个部分 另外呢就这种木匠式的养育 也会让家长就不自觉的 对孩子的一切都占有 有占有欲 有所属感 当然就这种控制 那这就是给孩子死死的 套上了一个紧箍咒 就是这些标准 因为是对孩子不放心 所以他在条条框框上 都会给孩子设标准 首先我们说 一定你做的好的时候 自己也觉得光荣 觉得脸上很 我们说可以出去凡尔赛 但是呢 有时候孩子真的不是按照你的节奏去长的 因为那是一个很鲜活独立的生命 他有他自己成长的节奏 那这种节奏一旦从小被外在的环境 人为的给打破的话 那这个孩子长的不是他自己 那我们想将来就是变得出现任何情况 甚至也都是可以预测的 那在这里边我们说 这些有不像是育儿思维的家长 他们为了让自己有时候呢 付诸有一定阶段没有看到成果 他就变本加厉的 就要把这课程啊 或者是规矩啊 狠狠地去主宰自己的孩子 那这种的养育实践呢 是容易让家长对孩子的学习和生活 产生的是一种所属感 有了这种所属感 孩子就他就有了对孩子的支配欲 而这种支配欲啊 在不知不觉的时候 它是容易渐越两个人之间的这种边界的 这种边界是一生理的 二心理的 三还有一些生活上的边界 这种边界一旦变得模糊的时候 那两个人的关系迟早 我想会有一个紧张 以至到青春期啊 尤其是在十四五岁到十八九岁之间 这种敌对的关系就会相当的紧张 那就像前面我们刚才说到 那位全职妈妈的例子 说孩子从小就已经把道路都铺设好了 他也没有机会 让小孩自己去探索一下 我到底喜欢什么 那一旦小孩在青春期期间 有了这种觉醒的意识的时候 他会有几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就是 他觉得他就是个木某 因为一直被父母 这个所有的安排所支配 他没有办法掌控自己的生活 但我们想每一个人 谁不是想按照自己的意愿 自由一些 自在一些 我去强烈的追 执着追求我自己的人生呢 那孩子也是一样的 那这个情况 要么就是我们赢了孩子 孩子特地蔫了 你随意安排 我考成什么样 或者我将来去到什么样的话 我在空心的 我是个空心 还有一种可能 那一定就是 不 我有力量 孩子的力量就是 我要拿到我的主动权 这种主动权 就是和你对着干 无论是言语上 行动上 家里还是学校 他会铤而走险 做任何 他用他叛逆的行为 来换取 妈妈的束缚 或者是爸爸的束缚 那像这种情况下 我们说 这种木匠式的 这种死死的 管的就是雕杂式的 这种育儿思维 只能让我们之间的亲子关系 变得越来的越糟糕 就是他让家长 每一天特别忙 脚步就特别的匆匆的 像每一天他比孩子都累 不断地带着孩子奔波于各个战场 各种战场 一心在雕琢 孩子奔向未来的路上 他甚至没有任何 可以和孩子有一点点的享受的时间 瞬间或者是空间 所以孩子和他的心也会进行这个 最终我想 有可能就是一种徒劳 那这还是对家长的影响 但对于孩子来讲 其实更可怕 那其实就是在扼杀孩子 尤其是在18岁那时候的 创新的能力和生命力 那思维就可能会固化 这一点 我说一句 我自己的这个 尤其是在创意写作课 教小学的时候的真实的感受 就是孩子的思维固化到了一定程度 当创意写作试 希望孩子的思维很活跃 很发散 在这基础上 在情感就是联系生活的时候 能够培养出来 他更多的逻辑的多元的思维 但你问到任何一个问题的时候 很多孩子他的生活中 有的都是固定的 家学校课外辅导班 问到一个问题 就想让他发散出来 他说老师你放过我吧 我没有那些想法了 我大脑当中除了被题被单词 我就是做题 小学五年级都会把初二的课程学完 我这里当然不是说 孩子能力很强 不可以不超 不可以就是那个超前学习 是一个孩子 他应对于他本身的学习的任务 还有一些这些课外的知识 他就已经很累了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又要把他的精力全部都被占上 包括超前学习 加深学习 这是已经超越了他的负荷 所以他看上去就像一个年轻的老人 他说老师你别问我了 我真的不会 你就告诉我吧 怎么想 这种情况下的课堂 实际上就要一点一点的来激发 他对他最喜欢的那件事情的热爱 哪怕是手机游戏 哪怕是电脑上什么 我们讲精英王者荣耀 弹载什么派对 这些眼神稍微有以放光的时候 他会觉得 哎呀老师这时候好像还是我自己 所以这一点我真的是深有感触 就一个小孩完全是在走爸爸妈妈的老路 一套一套的安排好了 自己当然没有一个自己能够做决定的这个机会的时候 我们想哪只是孩子 任何一个人 这不就是失去了掌控自己人生的这个机会 那你想他能有什么强烈的内部的 我们叫区内区内其实内源的动力去追求他喜欢的事情 真的是太难了 那这是第一个部分 我们说创新的这个能力都被抹杀 第二个部分呢 他还会容易造成孩子低自尊 低兴趣的人格 就是孩子自己想的事情 父母全都被否决 就这种情况下 他就得不到任何的认同 他对自己也产生怀疑 因为他小啊 他没有像我们大人就是又有判断 有定力 有自己的经济自主的能力 我想做什么 你谁不管 如果我内心足够强大 我还是可以好好的去做我自己 但是孩子不是 那么这个时候他对自己就很容易产生不自信 甚至就想 我就这样了 就我经常会在课堂说 老师我啥也不是你别问我了 就他对自己的那种语言的打击 当我们听到以后是很心碎的 就会想 得是一个什么样的天天有各种打击性的语言 或者是一个负面的催眠的语言 催眠到孩子的内心世界 能够让他知道 老师我啥也不是 老师我妈说我就是个吐了咖 这都是好听的 剩下课堂上各种什么 有一些最叫什么 我说的这个话 就是什么各种屎尿屁文化呀 啥也不是文化呀 或者是骂人文化呀 就都会在孩子不敬意的当中 流露出来 言语当中和行为当中都有 那我们说刚才说低自尊和低兴趣和高自尊 那其实我们生活中都容易见到 尤其各位直播间多数都是老师 我们在和孩子交往的时候 都能够感受得到 尤其是在小学的时候 当孩子要是高自尊的话 那他难过一会儿 他有强大的爸爸妈妈的支持 然后他内心深处知道 我有这个力量的源泉 我会学会面对当下的困难 而后想我下次做好不就行了吗 但低自尊的孩子不是这样 他会沉浸在 如果是考试没考好 会一直沉浸在阴影当中 他就觉得自己考得不好 不是我这次没复习好 而是后边很多不好的影响 都会向我袭来 妈妈会不给我什么样 爸爸会怎样 同学们会小看我 我会越来越没有人爱了 那越是这么想 他的精力 他的能量都用来抵抗 和应对外界对他的这些负面评价当中 而不可能把精力都放在学习上 那这是低自尊和高自尊的孩子 面对一些挫折 或者是困难的时候 那这是第二个方面 第三方面呢 就是这些局限的空间 也会让孩子成长 心里面会铺设一个阴影 就是不是说看上去是很一个阳光 自信明亮的这个暖色调的孩子 那就是因为我们给他安排的太多 他也没有过很多自由 这个自由呢 其实他是可以去各个方面去尝试的 然后他感受到了内心喜爱快乐 欣喜 然后他愿意主动的去再次尝试 包括发展同学关系 包括尝试一项小实验 也包括我和别人摔跤的时候 力量的比拼 这些呢 我想这都是我们在看上去 父母对孩子严加管控教育教养的这个思路下 对孩子造成的一些负面的影响 那这个是在说木匠是育儿 就是他可能给家长及孩子带来的一些负面的一些不良的影响 当然这里边除了这两个人 有孩子方面和家长方面 我们想作为我们不论是作为老师 或者我们是做社会上的这些热爱读书的人 如果我们也能够把我们知道的信息更多的去分享 我们首先自己先成为 而后哪怕影响我们身边的一个人 是不是也会减少一份 我们所谓的人群中的焦虑和孩子的这个影响 那说完木匠是育儿 那我就想这个园丁式育儿的这种思路呢 是在作者看来是什么样的呢 他说一位优秀的园丁 他会意识到不同的植物是具有不同的优势和美丽 同时他一定也有自己的弱点和生长的困难 那这位园丁他要竭尽全力的去创造肥沃的土壤 来涵养整个圣态系统 让植物能够蓬勃生长 所以这个园丁式的家长就能够接纳孩子 无论优点还是缺点 他也会努力的去给孩子打造一个安全温暖的一个探索的空间 让孩子就是适合自己的环境里 尽情的去发挥去成长 就向各个方向去伸展去试措 那我们说对比下这两种思维方式 我们想成为圆丁型父母呢 可能首先就真的是要先接纳我们的孩子 这个接纳当然不是就是放下 就放下一些我们心中的执念 而不是说我们放下对孩子的成长的一些关爱 因为只有我们说心里边接纳了我们的孩子 无论他有优点缺点长处短处 那我们才能够去创造适合孩子成长的成长环境和条件 在这里呢我也和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认为的一些方法 比方说一个小孩其实他要是天生内向 不善交际的话 在木架型的家长 这不绝对啊 但是在我这个分析看来 就是说一个一定要把自己孩子打造成就是坎坎而谈 就是很健谈又很有能力的这种孩子的话 他就会拼命的让孩子去看书啊 去上各个部里课堂上课呀 尤其是什么课呢 就是社交 叫什么就是演讲类的课程 然后就努力的要让他孩子变得开朗大方乐观 但这种情况下 实际上多数都很徒劳 因为我们无法改变这个小孩的生物学基础 就是他这个孩子所谓的内向 内向外向他又没有错 就是他这有一定的生物学的基础 同时呢 他这种方式也是很拧巴 他总是这样做的话 家长的拧巴 也会伴随着他的行为 造成孩子的声音和心不一致不和谐 说白了 孩子也会长得很宁 那这其实是在害了孩子 那如果具有这种园丁式思维的父母呢 那我想我们在了解和接纳了我们的孩子以后呢 是会创造适合孩子发展的这些内在或者是外在的环境 比方说 肯定不会经常在人家 哎呀我的孩子内向去责备 你就不能多说一点话吗 你就不能大方一点吗 就不要去做这样的无效的内侯和责备孩子 而是要认可孩子 我的孩子就是这样 同时呢 如果在他观察的基础之上呢 可否组织适合他性格的 那他总是需要小伙伴 他如果只需要一个人玩 我们是不是就会给他多结交这样的一个小伙伴 让他俩玩耍聊天 让他自己感到舒适的时候 那我想这个孩子的社交的爱好和能力 是慢慢的锻炼出来的 所以我们说这样两种思维方式 因为是思维模式 育儿的方式不同 一定会导致两个人生方向也不一样的 这个小孩的成长路径 所以在这里呢 就是宗述作者在这个两种思维的总结当中 他的观点说 其实作为人的父母 本质上其实是一种爱 而是把它投入到一种 人和人之间这种又深刻又独特的 这个人类的关系里 那就是我们爱孩子 我们在这个关系当中呢 去给孩子提供一个安全而稳定的保护空间 让这个充满无限可能的小孩啊 在里面啊 就是四个方向去 多个方向去试错 去蓬勃发展 就是不能逼孩子学习 不能逼孩子做不适合他的事情 这里有一个叫什么 就是每一个章节这本书很好的 有一个都像有一个作者的金句啊 这里边有一个金句呢 就是说好父母 他不一定会把孩子培养成一个 就是聪明快乐或者是成功的一个成年人 但是呢 就可以打造出一个强健的 具有高适应性和韧性的新一代人 然后让孩子更好的应对未来 将不可面临的那些 就没有无法预测的这些变化 就是要让孩子有高任性 高适应性 我想这一点不只是孩子 当今社会我们每一个人 都在面临着很多的不确定性 都需要让自己的心灵深处 也不断的去学会强大自己的内心 改变的没有其他 只有自己啊 那这个呢 说是原定是父母的一些进化的节奏 也是进化的力量 一定会带给我们了一个人类的一个必然的结果 这是和大家分享的 我这本书当中 我认为第一个 两种育儿模式 园丁式思维和牧匠式思维 第二个部分呢 也是这本书当中和我们讲的 这个以前我相信 如果没看过这本书的各位老师 应该没大听过这两种说法 就是他认为童年和我们的对孩子的爱 它是一种策略 所以呢就用了两个 他书上是两大章 说这两种策略都是人类要好好的进化 以对应对我们未来漫长的人生的 这种保障 那我也将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第一个就是童年 是人类进化的关键的策略 那这一点我们想 我们一说到孩子 尤其是童年 尤其是小学以内的 这个12年 我们一想 一定都是画面当中 经常会想到的 你刚刚收拾好的家 就被弄得乱七八糟 你刚刚做好的事情 就会被他弄得一团糊涂 那让我们说 不论有多么发狂 可能有时候都不为过 但实际上 我们也会静下心来 就会想 其实孩子是什么样的童年呢 我们仔细 琢磨他的时候多么 观察他的时候多么 尤其是孩子在很小的时候 是不是大家也有 类似和我 我起码有这样的经验 就是我有时候会想 其实小孩还是挺独特 挺好奇的孩子 就是他有的时候 曾经我的经历是 他会把食物油 水和颜料 他放在一个瓶里 然后呢 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做 他说 我可以看看 我能不能勾兑出 更好看的色彩 然后画出更好看的画 当然有时候我们说 他也会随口而出说 很多好听的话 在我们现在看来 其实就像诗歌一样 有时候说 哇妈妈 太阳在天边融化了 甚至有的时候 我们说他也会 就是像个小猫头一样 你越不让他做 他可能会要做的事情 那这样的情况 我想这就是童年的混乱 而且每一个孩子 都会有这个过程 在作者的眼中呢 他说 说人类这么漫长的童年 而且是这么混乱的童年 他是人类演化的结果 而且还是我们要继续演化的 一个策略 就是他意味着什么 一个人 尤其是刚刚出生以后 他要在各个方向 自然的去探索 在这个探索的过程当中 如果都有规有矩 我想他表现出来的 一定就是大人 没有给他打 就是混乱的这个状态 和顺序里面 就是他是无序的 那么这个时候 才是孩子内心深处 他想要找到的 到底能找到的是什么 也就是说 混乱其实就是我们 童年的主旋律 大人眼中 很混乱的这个童年生活 就是小孩 他左眼化的一个推动力 那这一点 童年如果按照这个思路来看呢 是不是要这样 那这个混乱 一定是在这其中 有非常不同寻常的意义 作者这样也是说 他说人类童年的这个本质 其实就是错 有时候小孩是天马行空的 我想两三岁三四岁 大家在研究 儿童成长发展规律的时候 都知道能有天天都能有一万个为什么 不断的在问你为什么 另外一个呢 就是他还有很多性质 突然就来了 然后呢 情绪也会突然就变化了 其实这些看似 有时候是随机的 无序的这些行为和状态 都是我们人类 在自我演化系统当中 童年时期 最完美的体现 那这个这句话书上有了这样一个比喻 我觉得非常形象 他说这个就像一个演化系统 这个演化系统它是动态的 在童年时 有强大的学习和更新能力 所以它也是不稳定的 就假如说 说人类的基因 给演化系统的参数 设定了一个初始值 那父母的养育和孩子后天的经历 这个经历里面 包括环境 还有世界 都是在给这个系统提供反馈 让这个系统不断的持续的更新 那我们想 我们要提到手机 大家都理解 我们每天说手机 尤其是微信 几点零几点零的版本 不断的在更新 因为科技是这样 其实人也一样的 就只有在这个不断的环境 世界 周围的人事物 不断的给孩子提供各种反馈的同时 他自己内在的生命力系统当中 也是在不断的更新自己 这个很容易直观的感受到 就是说 一个小孩 他总是在学习上 要是家长和老师天天说笨 就天天会说这个孩子笨 那这个小孩一定就会 这是一种信息反馈 他就会吸收这种负面的反馈 觉得自己笨 那外界的反馈越多 孩子的负面的自我认知 就相当稳固了 日后想改 长大以后吧 我们或者说 上了初中以后 甚至都有一些难以改变了 但如果反过来 就是一个小孩在一个比赛呀 或者说一个正常的学习过程中 他有了好成绩 其实好成绩本身呢 就是一个正向反馈 同时身边的人又给予了他 语言上 物质或精神上 更多的刺激和鼓励 那其实也是在一个提供正反馈的过程当中 持续的来刺激到这个系统 让他不断的找到自己 未来的成长方向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大人眼中 非常混乱的童年 其实就是我们小孩 自我演化的 最大的推动力 因此在这里呢 他说混乱和高校是矛盾的 我们大人天天追求的是效率 是制度 是规则 如果不遵守这些 生活一定是会乱糟糟 当然我们说孩子 也要一定在规则的基础之上 包括上幼儿园 包括上小学 他应该遵守的校规 甚至长大以后 遵守的是社会规则 但是呢 如果过分的强调这些纪律 和规则 实际上也就是在 更加大程度的 限制了孩子探索的自由 虽然他们要 一定要有序吗 那么小 一定要高校吗 这些其实是违反孩子天性的 就比方说幼儿园小孩 你让他稳稳当当 坐上30分钟吗 其实这是不是就违背了 他的生理的规律 以及他坐不住 那是正常的 那这些 如果我们家长不学习 或者是老师 或者是小学 要是40分钟 而没有设计商 上大学就能坐到190分钟了 课程的设置时间 这些都是在遵循一个生命 从小到大 每个年龄段 他应有的生理的 心理的一些规律 而设置的 那这是了解了 就是说童年 他这么无序 那么这么原因 另外呢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童年特别的长 在这本书当中 在作者看来 童年可能延续到18岁 甚至我们也有从童年的大学毕业 甚至在25岁之前 这种延缓的补偿期 还是在补偿童年 来给孩子们 长大适应社会的机会 那这些又是为什么呢 作者也给了我们有一个 很好的一个解释 他说在进化的领域 直立行走和脑容量大 一直被认为是人类的一个进化的优势 但同时 作者看来 这更是劣势 说直立行走 就是人类 就意味着什么 妇女的臀部变窄 产道的宽度受限 这种情况下 人类还要把那个脑容量很大的孩子生下来 就必须在孩子还没有成熟的时候 就得把他生下来 大人呢 也因此要需要付出多年的福育 才能让我们的后代 一点一点的长得成熟而自立 那在高普尼克的定义里边 这个童年期就包括长时间的童年中期和青春期 他说人类的童年比任何一种动物的童年都要漫长 而这么长的不成熟期 就是用来学习的 正是因为这个 人类才成万物之灵长 具备了更高的智力 那我们这个小孩他学习的生理基础是什么呢 这时候作者又从神经科学的角度给我们讲解了 他说孩子降生的时候 其实大脑具备了一些基本的结构和功能 后台脑中的这些神经元 在外界的不断的刺激 开始产生各种神经链接 当然这种链接 既是孩子初步学习的结果 要学习才有结果 也是他们继续学习的一个基础 所以一个安全的成长环境 丰富的认知经验和体验 同时是来促进孩子脑中的神经连接增多 和变强的必要途径 但是这个神经连接 它不是一劳永逸 它也是用尽非退的 我们经常会说 每个人养育的过程当中 会发现自己的孩子 小时候感觉对好多知情都感兴趣 当然在一定的阶段 好像对音乐感兴趣 但是他对美术 好像就没有那么多热情了呢 实际上这个过程 也是他在神经修剪的路上 会发生的一些正常的状况 就是神经修剪 他遵循的这个用尽非退 那也不常用的 或者是没有被强化的神经元 有些就不活跃了 自动的就在被移除了 其实讲到这里 我就想到了上两天 程阳老师讲到父母的语言 我们说从读书的角度来看 为什么生下来 尤其是很小的时候 爸爸妈妈要有那些 就是有效的语言 那些经常和孩子进行正常的沟通 这样的事情会刺激孩子大脑 而不是说只要有谁给看管 而且不断地用一个重复性的语言 甚至没有一些心意的 这样其实对孩子的大脑的成长 是不利的 所以我们说每个人 把我们汇到的知识传播出去 就是只要有一个人能受益 我想也是我们对这本书 做了一个更好的一个传播 那这个部分就是它从这个 平静科学的角度 帮助我们来分析 童年越漫长 说智力就越发达 要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解释 这里边作者还跟我们说 说我们其实不必去惊讶 说每个小孩他都不一样 说思考和发展方式 包括学习 他都是和其他人学习的方式都不一样 但我们这也都够很好的生存下来 这是从人类 有了人类以来 这个进化学的角度来看到 那我们说从进化角度看 试图要是有意识 把你的孩子塑造成 某一个特定的样子 他是徒劳的 也会产生很强的一个 自我挫败感 这个就是在这个部分 是因为整个人类的童年都是这样过来的 所以呢 我们有时候在想的事情上 刻意的去希望我们把孩子塑造成一个 就像木镜刁凿的是 有棱有角横平树直的那种方式 来养育我们的孩子的话 其实多半是会是徒劳 孩子看长大以后 不会是像我们想象的这个样子 那这里边我们要怎么办 我看我的PPT的时候烦得多了 这里边就是他跟我们提到了 这个总结的这部分 说因为童年的这个是一个进化的策略 那进化的目的 说是为了制造差异 差异才能有生存和繁荣的机会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会有了孩子 也有童鱼 就是能为了让他们负担起这样的大脑 在不可测的环境里 就善于应对环境 一个非常擅长学习变化 而且又不擅长于计划与行动的大脑 这就是童年的乱 而这种乱糟糟 就给我们这个童年 进化方面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父母也不是什么都不做 那我们要做点什么呢 来应对这种情况 首先一定是先提供探索和犯错的 这种宽松的这个氛围 这个氛围当中我们想 我这个课线没有改过来 我直接按照那个什么说 就是这个第一个部分呢 说这是在2018年的时候 说未来工作的这个报告里面 曾经提到过 说说那个工业革命 就现在让我们在人类和机器之间 产生了很多新的联系 而在2020年的时候 这个未来就业报告当中 还有更多的新的发现 他就说很多职业 我们说正在消失 而且未来职业的这个数量啊 就在不断的增长 都是新兴的职业 所以预计在2025年 增长0.85亿个职位职业会被机器所取代 那另外会增加0.97亿种和机器算法相关的职业 那说到这个的时候 其实我在把它用到这本书里 我是想说明一个什么想法 就是我们不论是企业也好啊 个人也好 尤其是我们当下的情况 都不能够就英雄守旧 按照以前的方式来去培养自己 或者是培养孩子来挑战未来的这个能力 所以就在我们阻止孩子想尝试什么事情之前 我们也想一下 就是说哪些风险 如果我们能够担当吧 孩子最大的犯错可能都在我们的可控范围内 是不是要有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让孩子大胆的去尝试 而不是一味的去限制孩子的行动 过度的保护到他们 那第二个 那我们不保护 那肯定就是要搭建一个丰富而多元的这个生态体系 这个一说到生态体系 可能就又想到说园丁嘛 一定就是要给植物 要创造很好的一个生长环境 致力于包括土壤要肥沃 整个生态系统是平衡的 花小树木都按照自己的节奏来成长 另外呢 我们想生态系统 但是至于整个大自然当中 整个社会环境当中 他也要有不断的变化 来不断的去适应天气和季节的交替 那么一个优秀的父母 或者说我们想成为一个更好的父母 也一定是能够给孩子创造这种成长 良好的环境生态的这种父母 那我们呢在这里边 首先我想应该首先是亲子关系 亲子关系很健康 很和谐 很温暖的话 我们的孩子其实就如同 那个花花草草 在很肥沃的土壤里 不断的去健康向上的去生长 那他的未来的发展 才有更多的可能 那可谐在我们身边 很微观的这种生态系统里边 有的我们说 比方说物理环境 就借让孩子和小区的孩子玩 和学校的孩子 包括带到工作单位 包括带到经常复习 就是所有的 能够让孩子接触到的 生活中存在的空间 人物都有机会成为孩子 他在成长的这个生态系统当中 最好的环境 哪怕他是变化的 哪怕是不可控的 但是在我们能够 监测得到的情况下 都为孩子来提供 那么这个因为我们讲 孩子的最终 他是要走向这个社会的 他的各项技能 不都是在校园里 在实习的实验室里 来培养和造就的 他就是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 和各种环境 人物来打交道 一点一点锻炼出来的 这种锻炼有的是看到的 有的是听到的 有的是学来的 有的是玩出来的 所以这也是后面 他给作者 作者给到我们 为什么生活中所有的细节 都是我们让孩子 好好学习的 最丰富的环境 这是第一个策略 我们想跟大家分享 第二个策略呢 就是我们说的爱 我们爱孩子 孩子爱我们哈 他是来保证我们人类 社会持续进化的保障 作者说 人类对孩子的爱很独特 是由一段独特的进化历史 所塑造 而且又影响了人类 许多其他的情感和关系 比方说夫妻的爱 看是不是也跟孩子会有关系 祖辈之间 朋友之间 师生之间 及社群之间的爱 作者用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说法 叫爱的三面手 他来解释这个人世间的爱 是如何保障我们这个人类 来持续的进化 包括父母 这三面手 第一个就是父母之间的 给孩子的爱 二是祖父母 第三个是一亲 这是三个 我稍后解释什么是一亲 我们先说是父母这个部分 说和其他动物相比 人类父母照顾孩子的特殊之处 有两 第一时间非常长 有的现在我们说 包括是啃老族 好像一生你活着的时候 都在照顾我们的孩子 第二 参与的人特别多 除了妈妈以外 还有爸爸 祖父母 邻居 甚至路人 而且每个人都会觉得 你爱孩子 它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但实际上 父母 祖父母 什么路人 甚至宠物 都会对人类幼崽 表现出来 这个喜爱的态度 在作者说 这是一个很独特的 是人类的现象 当然我们说母亲这个部分 就是他作者没有讲太多 他首先说了一个 说父亲的这个部分 说父亲参与照顾孩子这件事 在动物界很罕见 或者说配偶关系本身 就是一种异类的存在 说DNA的有的证据显示 说所有的动物 其实都存在多个 都存在多个性伴侣 构成了固定配偶关系的动物很少 鸟类里有一些 但哺乳动物中极少 猿类中只有长臂猿和人类 那人类这种配偶关系呢 它的发展 说对男性来讲 就是攻击性强 到处就是可以传播爱的种子 而后呢 他这样说 比较符合进化的原则 是因为在男性客栏 这样他有利于基金传播 但是对于女性来讲 就是会选择攻击性比较弱 又能对孩子 有较多投入的男性 这来符合他照顾孩子的利益 这样是一种策略 所以那种看上去比较软弱 但又有爱心的男性 就有了一些进化的优势 所以人类配偶关系和父亲这一方 投入之间是有很大关系的 而且这跟人类的童年期越来越长 需要越来越多的照顾 也有很大关系 有生物学家是这样说 他说人类父亲是偶发性的照顾者 根据情况不同 他们对孩子可能会完全投入 也可能完全无视 其中关键的差别就在于 照顾的经验本身 也就是说父爱 作为一种亲密的关系 是在照顾孩子的过程中产生的 所以尤其说这个 父母的本质是爱 照顾所以有爱 对于父亲来说是尤其的准确 就是不是准确而是尤其的合适 那另外再说一个 我们说祖父母的这个爱 他说祖父母来参与照顾孩子 在整个动物界都是没有 而且祖父母的存在本身 它从进化的角度来讲 也是一个遗产 因为大多数动物呢 没有祖父母 所以到了生殖年龄 基本就是结束的时候 生命也就结束了 另外关于人类祖父母照顾孙辈 也有一个解释 说当孩子的需求到了一定程度 帮助照顾同样携带自己基因的孙辈 就比自己多生几个孩子 更符合进化的策略 这也就解释了 人类的女性绝经的现象 进化生物学里有著名的 叫祖母效应这个说法 就是说绝经后的女性寿命越长 就越能帮助儿女照顾孙辈 从而也就会让更多的孙辈出生 所以说祖母的投入 也确保了人类的童年存在 而且可以存在很久 所以这个也是说 这是我们人类进化的 越来越好的一个策略 那这是第二个方面 三面手之中的第三点 就是路人之爱 也就或者说叫一亲 所以这更是人类社会的 一个独特的现象 作者首先拿了一个例子 就说他说他带他的孙子 去逛街的时候 一路上就很多人都忍不住 来逗这个小孩 他想举了个很好玩的一个比较 说如果在黑猩猩之后 身上要发生这种事情 那就可糟糕了 因为如果一只黑猩猩的妈妈 看到其他黑猩猩 来靠近他的孩子 他会去上去批命的 所以动物界里 共同捕育的现象 极为罕见 那我们说这回归到孩子的身上 说小孩出生 是很脆弱无助的 所以有了这种 共同捕育 人们互助互利的时候 从人类开始 是作为一个群体 能够生存下来的一种策略 而且也有这个生物学家 提出啊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 共同捕育的这种策略 其他可能性当然也就来了 因为越是捕育 我们讲时间就成熟的越长 未成熟期就会变长 那么大脑也就会学习 更多的知识 有了更好的能力 让这个生命活得越来越长久 所以我们说 把这本书读到这个 第二个大的这个 梳理出来的一个部分 其实从整个这个 人类社会发展史上 我们看得出来 就是孩子的未成熟期 得到了父亲母亲 祖父母甚至陌生人的 这些支持 在这种支持的关系里 关键是关爱和照顾 这个行为本身 就是我们当父母的 都是在用一生 来照顾我们的孩子 保证他不受 就未成熟的时候 不受伤害 一直到他成年 人类因为对孩子的这个爱 它延伸到了 对其他的孩子 和社会成员之间 因此我们说 有了幼儿园 有了学校 有了各种福利机构 也有比方说 我们也有读书会 也希望读书会上 读更多这一方面的书籍 可能每一个想读家庭教育 读育儿方面的书 我们不单是为了 让自己成长 也希望更多的孩子 只要都知道了这个消息的父母 都能学 孩子也会因此而受益 甚至我们说 也有了对一个城市 一个国家 一种文化 一种文明的情感 那如果我们说 换过了一个思维 如果说我们的目的 就是为了培养一个特定的 就是要成功的这个成年人 就是就像悖论一样 那我们是不是就可能会 从人群中挑一个孩子 资质最好去培养他 所以讲 我们每一个人 就是爱这个孩子 是超过这个小孩实际 他带给你的用途的 这就印证他自己的这个说法 就是因为照顾 所以爱他 就是读到这的时候呢 其实 我自己是有恍然大悟的感觉 就是每天也都想跟孩子说了 妈妈爱你 其实不单单是出于我们内心的情感 这给自己和孩子 就心里都有一种力量 我要好好工作 我要好好学习 其实每个人在表达情感的背后 我们叫集体无意识 还是叫什么呢 这个角度我没切准清楚 但是我会知道 就这个爱 它其实历经了万年之久 它是链接我们 和我们赖以生存的身边的这个世界 就因为我们是父母 也因为我们爱孩子 所以我们就和我们赖以生存的 这个社会 就紧密的镶嵌和勾连 一点都不能分割 包括我们爱学校 爱社区 爱我的办公室 甚至爱家门口的菜市场 甚至家门口 学校门口放学 所以有卖糖糊的老爷爷 因为每个人都在参与一个 抚育人类幼崽 长大的这个社会分工 因此在爱的这个策略的角度 就是因为照顾所以爱 那这个是部分 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第二个部分 然后呢 第三个部分 我时间过一个小时了 我第三个部分 我简单说一下 就是关于探索学习 其实这也是书中的 特别厚重的章节 一共用了五个篇章来告诉我们 孩子不论是在玩的时候 听你说话的时候 听看别人的时候 甚至打打闹闹的时候 包括看手机玩派的的时候 都是孩子在用自己的方式在学习 只是说这种学习 我们能够知道 不单是学习的 只是书本上的知识而已 这里边 我曾经想过 我曾经想到过一个 抖音视频有一个特别 让人哭笑不得的那么一则新闻 就是江苏有个爸爸 因为辅导小孩写作业 那小孩说八百减七百等于九百 然后他爸就崩溃了 就是跑到这个的马路中央去躺着 然后就希望警察你把我带走 我不想回家 我辅导不了这个孩子 这个时候也就赶上去年的时候 是去年的一则视频 当时呢我看了 就是润米咨询创始人刘润老师 他发表的那个跨年演讲 当时呢他在里边有那么一句话 说这个世界在哪里被撕裂 就会在哪里迎来一轮疯狂的成长 然后我就想把这句话用在这里 就是商业世界它符合这个规律 其实我想在家庭教育和亲子关系的改善当中 是不是也希望有这种方式 来看待我们孩子的这个成长呢 这也是就是高普尼克他提出来的说 一个小孩的学习能力 他是很独特的 就不论他在做什么 他都是在学习 他用各种你想到的和你 让你惊讶的方式来吸取他自己想要的那些信息 知识感受 甚至是情感 甚至是思维 那作者说 其实在理解真实的世界 包括人的层面 儿童思维方式 其实像科学家 他在观察 在假设 在推理 在实验 在求证 从而他用他的视角 来了解世界的因果关系 并且对这个世界的可能性 它的开放程度 是我们大人所没有的 它是足够开放 他在用一个词叫拥抱 我们也是一样是这么学习的 只是那个时候 我们没有人那么多 家家那么多孩子 没有得到这么多的关注 而此刻呢 我们一旦关注了 就变成了一个控制 甚至是一个因素和限制 所以我们想 当我们把这个想法放在 这个关于敞开胸怀 看到孩子的学习的时候 是不是也能够看到 他背后人想跳出一个限制 让自己拥有更多的 创造的可能性呢 可能我说到这句话 会和我刚才提到 刘润老师的那句话 有点不达边 实际上也就是我 接下来就为什么要讲那个例子 就是说那个爸爸 就说看上去他做的这件事 是不是看上去荒唐 可是你我都心里都懂 就是着急 你这个孩子七百减八百 他怎么能得九百呢 那如果我们也撕裂一下 我们固有的这些认知 换个思维 来考虑一下这个小孩 就是小孩这个作业 有这样的题目 猜年龄也不大 一年级二年级六七岁 那你想八百 在七百和九百之间 我们如果换个 有趣一点的方式来想 那也许说 他们三个就是好朋友呢 有一天七百离开了八百 就剩下九百了 那如果你了解小孩头脑中 除了计算还有想象力 还有反事实那些幻想的思维 那这个题目 我想也许就会是他脑海当中 跟小朋友的小伙伴的感情的一些故事呢 所以也用这个尖桥大学 有一个神经科学家 他说的一句话 说每个人的大脑 都有自己的发育时间表 最终达到成人状态 差不多都要三十多岁 说十八岁的时候 他依然在经历巨大的变化 那像八百减七百 等于九百这么样的 一个小朋友的计算呢 其实早晚孩子都会懂的 我们就只是因为 就纠结于这个小的细节 那实际上一定是徒劳的 就是如果撕裂开这一层 是我就是不要再用一个孩子 早晚都能学会的东西 去打击剥夺 甚至是就毁灭 他曾经有的那些想象力和创造力 那这实在是太得不偿失了 当然也别再用一个孩子 很不擅长的东西 去卡住他那个最擅长的事情 就像说叫什么坟勤煮贺 我们便糟蹋了最美好的事物 然后去拔掉鲜花灌溉野草 这样孩子的生命力得不到绽放 如果我们真的都能撕掉 我们原来固有的认知和做法 就让孩子自己在探索的世界上 迎来一轮又一轮地长大 我想他一定会长成 他该有的样子 要么是蚕天的大树 要么就是相亲一人的玫瑰 我想这些不就是疯涨 而对于我们来说 只需要进化一下我们自己 不就是最好吗 那这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 这个关于孩子的学习的这个部分 在这里呢 后面还有关于学习的点 只有一个想和大家来提出的 就是关于科技 我们说现在每个人 每个视频 甚至没有一些公众号的文章 再甚至就是那些 甚至会有写书的 那些畅销书还是什么书 关于如何不让孩子玩手机 怎么玩游戏少玩 那这个理论 我先跟大家分享一点 就是说 如何和孩子一起共享 科技时代的这种好处 就是盛宴 这里边先和大家说一个词 叫EDG 就是Edward Game 这个词 它在中国 它是一家 叫电子竞技的俱乐部 它在2021年的11月的时候 玩游戏的这个直播间 如果有玩游戏的书友 或者是同学们 大家应该知道 就是英雄联盟 S11全球总决赛 EDG呢 它获得世界比赛的总冠军 就是图片上 我们这里边的这些小朋友 都是中国的孩子 那这场决赛 据说在线观看人数 高达6亿人 就是不管你信不信 是否接受 这就是事实 那是什么 是一场电竞游戏 为祖国正光 当然刚刚过去的 2023年的那个 杭州的亚运会 如果大家观看了 也会知道 这个亚运会 纳入了七个电竞的项目 包括王者荣耀的亚运版 DOTA2 孟三国2 非法足球 什么Online Fall 英雄联盟 和平精英 还有街霸舞等等 就是这个 是首届把电子竞技 作为正式项目 列入国家奖牌榜的 一个亚运会 所以说我们还在纠结 让不让孩子用手机打游戏 或者说还是在苦恼 孩子天天打游戏 就是影响或者是占据了学习的时间 也可能你恐惧 或者你是毫无办法 因此亲自关系弄得非常糟糕 那实际上 随着这个现在这个数字时代 到来 未来这个虚拟产业规模会越来越大 就是已经不是要不要发展虚拟产业 只是我们要怎么样跟得上 并且能领先的问题 这个从大的角度是国家之间的事情 但从我们个体上来讲 游戏虚拟的 AR国潮这些东西 咱们好像是外来者 孩子是原住民 他们是逃不掉的 他们就生下来 就是生活在这个数字的世界当中 就跟他们随便买来一瓶水 和是一样的存在 所以我们想 就是我们作为父母 他对科技的这种恐惧 可能也不是新有的 只是我们如何来学会和他共存 然后怎样共创 说在苏格拉底 我们大家可能更提到 爱读书的书友们一定知道 就是他对文字书写这件事情 当时他认为就是个新科技 他很担忧也不倡导 但后来呢我们想到今天 如果没有这个文字的记录 没有那么多书籍被写下来 被传承下来 你说我们今天也没有书读 人类的文明可能也发展不到今天 而反之他的担忧告诉我们 人类所有的优秀的文化 都在不断的发言广大 所以作者也想 这个孩子和科技之间的关系 不是对立的 相反孩子一定是推动 这个变革的这个主力军 每一代都是如此 只是看上去方式不同而已 因为他们比我们更灵活和开放 他的想法更新奇 天生就对新思想 新技术 有非常强大的接受能力 所以他们在快速继承 我们上一代的这些知识技能 文化传统 甚至是价值观以后 如果他要能再站在这个巨人肩膀上 再前行的话 那我们说不论说是祖国 还是我们说人类 还是我们自己的家庭 他一定是更加有希望和未来的 所以我们想从这个角度和大家分享的是 这个拥抱时代 一定是我们首先要做到的 同时我们也不是说 那我就就此不管吗 那是不可能的 第一个是心态摆平 我们要开放的心态来看待这些科技的产品和工具 只能说引导他 正确使用降低风险 另外一个 当你真的出现关系当中的冲突的时候 看你是把你和孩子的关系放在第一位 还是把你追求的就是木匠思维当中 我要的成果是第一位 只有把关系放在第一位 才能和孩子站在一起 去面对挑战 也去发现其中的兴趣 而后就一起来享受我们亲子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的愉悦的时光 所以我们说为人父母 他不是工作 他不是木匠在做桌子 重要的肯定不是技巧 他就是原定在种花 本质其实就是爱 而爱的目的就是给他们一个 他们成长需要的这么一个环境 安全 温暖 自由 唯有这样的环境 才有机会让孩子成为他自己 当然能更有可能成为他想要的更好的自己 那读完这本书 其实我想我每一次读完 甚至我在每一天做完课件的时候 都会不断地想我是要自己要怎么做 那我给大家可能说到这五个我的的感受 第一个就是用爱去看见孩子 第二个提供一些支持性的环境 第三就合理地修剪知差 这个知差我想包括第四个 说做情绪平和的家长 最后一点让知识穿越我们的身体和大脑 可能从后往前来 会让我们知道 唯有在学习的路上 在进化的路上 让我们不断地知道 如何让我们做到情绪更平和 如何在情绪平和的基础之上 了解孩子的成长规律 然后知道他的支支叉叉当中 他自己的方向和他认为可以去修剪的 而我们又可以住他一把的地方是哪里 那么这种支持性的环境一旦提供就是良好的亲子关系 加我和你一起为了你的未来更好支持你去做一点什么事情 那么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在照顾的路上 爱孩子的方式 所以这个是我在反思当中 可能和大家分享一点我自己的感受 一切都是因为当你想学习 当你发现是最晚的时候 其实还是此刻觉得最早的时候来学习 最后呢 我把我很喜欢的这样的一句话送给大家 这句话呢是村上村树 孙就说过的 他说假如一味从自己的观点出发 凝望世间万物 世界难免会被咕嘟咕嘟的煮干 人就会身体发僵 脚步沉重 渐渐变得动弹不得 可是一旦你从好几处观点 视角就眺望自己所处的立场 换句话说 一旦将自己的存在 托付给别的体系 那么这个世界就会变得立体而柔软起来 我想为人父母也可以这样 那就是多一种视角来看自己 看我们每天的细碎的日常生活 看我们的亲子关系 那在这里我当然也希望我们都 做父母的你和我 都能不断地用这些新的维度 回望自己 看见孩子 然后我们一起来进化 以上就是想和大家分享关于这本书 我喜欢的部分 有很多周的地方 恳请各位老师批评指正 谢谢大家 今会我讲完了 好的 好的 好的机灵姐 非常美好的一堂课 每次 每次想到机灵姐 我就能想到两个字 就是智慧 我觉得机灵姐特别是一个智慧的人 包括 以前看机灵姐写工作号 每次讲书 机灵姐所写的这个读书总结 我有的时候翻看一下 咱们从前的那个工作号 我就感觉到机灵姐 她就是对于每次讲书的这个总结 就是一次内化和深化 然后呢 今年这是第二次听机灵姐 在讲书 然后就是虽然说 机灵姐讲了一个半小时 但是就总是感觉时间很短 还没有听够的这种感觉 这 就是特别特别好的一种感觉 我们经常说呢 知药无如胶子 知乐无如独暑 我觉得这是一堂特别有用的 温暖的课 因为一个孩子 他就决定了一个家庭的幸福感 我们都爱孩子 我们都希望孩子 望子成龙 但是往往呢 却用错了方法 那么 机灵老师的课呢 就是让我们反省自己 我觉得这也是一堂 让我们进化的课 也就是说 我们和机灵姐一起 都是走在进化的路上 因为我们大多数人呢 也都是第一次做父母 而做父母呢 真的是需要学习的 所以说我相信呢 各位老师呢 听了机灵老师的课呢 也是感慨或多 那么把剩下宝贵的时间 交给咱们其他的老师 看一看 听了机灵老师的这一堂课 有什么样的感想 那群 好 分享一下 红梅姐 好 让红梅先分享 不是不是 我刚才听她声音了 我以为是红梅姐 初会儿姐 初会儿姐的声音 我说红梅的声音 我俩同时开着 红梅先来 红梅先来 同时开着 行 那我就简单说几句 好 好 特别感谢 那个金灵姐 这么好的一堂课 我就觉得金灵姐的课 越来越成熟 而且非常非常的自然 我觉得你把 那个亲子教育这一块 研究的是 真的是更加的深入了 在你想课的过程中呢 我突然有个联想 其实这个父母 这是为人父母 这一生 都是第一次做父母 像监魂说的 然后呢 这个父母怎么做 父母其实感觉 都很爱孩子 他爱孩子 给他做饭啊 各种的照顾 其实我觉得 这是一种人的本能 但是呢 真正怎么样 把这个生命呢 爱好 让他成长好 我觉得这个是关键的 首先父母呢 我觉得这个时代的父母啊 他既幸运 他又可悲 幸运在哪呢 他现在网络发达 各种知识什么都有 主要你天天扒拉手机 你经常看亲子教育 我觉得 他不会把孩子 教育的怎么太偏离 但是可悲的是一点什么呢 第一是教育 这个整体的一个教学 学校这一块 给这个家长的压力 第二是社会的压力 第三就是 确实每家都是一个独生子 然后整个社会环境的问题 你到时期的 孩子学习这块头疼了又命 没说吗 玩啥都行 啥都行 就别提学习 一提学习 鸡肥狗跳 污烟瘴气 我觉得现在真的是挺难的 因为我天天听我们同事 导过孩子问题 因为我觉得他也是 我以前的一个缩影 我也是那样 都是走过来的 我觉得还有一点啥呢 在于可悲 就是属于内远太严重了 各种的比较 然后多希望孩子啊 未来走入一个 社会的上一阶层 然后呢过着一个非常享受的那种生活 尽量不吃苦 还是别吃苦 我觉得现在的家长 真是挺可悲的一点 还有我就觉得 还有一个就是家长现在吧 应该是多读一些书 或多学习一些 因为他这个生命 他知道这是我的孩子 我应该我对他负责任 对呀是这点都知道 但是怎么样负责任 我觉得这是一个需要学习的 系统的学习的 这样的家长 才是一个真正负责任的家长 不是给吃给喝 他就是一个好家长 然后我前两天 我再听了一本讲书 叫人生有我 这个虽然不是讲亲子教育 这个梅野马兹克 他是一个离婚的一个女性 但是他带了三个孩子 一个女人带了三个孩子 各种经济压力 还有这个需要工作 他为什么能把他的三个孩子 那个就是教育的这么好 非常出色 非常优秀 就像这位作者一样 这作者不也是三个孩子的妈妈 但是好像他不是单亲的 但是这个梅野马兹克 他是单亲的 在他培养这孩子过程中 我就觉得 他在他遭受家暴的同时 然后他没觉得 这个三个孩子是他的累赘 反而这三个孩子 给他的是一种动力 我觉得这种 他这种好的心态 也源于他的原生家庭 他父母给他的塑造的家庭环境 也给他童年 所带来的这个影响 传授的知识 都有很大的关系 他从小训练了这种能力 也有根植于内心 对生命的一种爱的 一种认识 所以他通过不断的学习 然后也挣脱过自己 就是内心 对这个 他现在承受不了的生活 把这个三个孩子带了出来 今天一个女人带三个孩子 在中国的话 估计肯定都崩溃了 那么其实国外人 他也是人 但他面临这种困难的时候 他就怎么办 他就让三个孩子 继续活下去 而不仅活下去 他会把这三个孩子 一定教育好 那么他在学营养师 和这个做模特的同时 那么 我觉得他做得很好 因为他把这孩子 带在身边 然后他有很多事情 需要做的时候 他让这个三个孩子 一起帮他做 他不会像咱们中国父母一样 哎呀我怕你做不好 你太小 你什么也不懂 你赶紧快 你别做 你干啥去吧 他做不好 我也让你做 接电话呀 还打印啊 什么都可以 我觉得这个就是 培养孩子一个 很好的一个能力 我觉得咱们现在 中国孩子缺少了 就是这种 实际的 实践的能力 这个育章的孩子 现在太多了 我也挺 哎呀看着很心疼很心疼 但是我 我头两天是学习 看了一句话 那个说得也很对 其实孩子 明显这个时代 确实很文明 文明时代的弊端 你想让孩子 真正的 就是走出这一口 一个误曲 那么一定要在他 意识到自己生命的意义 只有在这一套 生命的意义的同时 他做任何事情 才会有动力 所以我觉得父母 第一他通过 自己的学习 他觉得 他的生活方向是什么样 他对孩子 生命的认识是什么样 对自己的认识是什么样 孩子也是在 他是一个家长的投射 他也是你生命的 寻找你另一个自己 寻找你自己的 那个另一半 这个另一半 不光是孩子 还有父母 还有你的爱人 家庭 都是一样的 还有朋友 所以说我们得 真的是中国的家长 真的需要学习 改变一下模式 然后多真正的 发挥自己身上的 那种生命的爱 怎么样他能成长好的 那种爱 那种爱一定要有 极大的耐心 耐心要是没有的话 说明这个父母 他不是真正的爱孩子 不是真正的爱 他真正的带来 这个世间的生命 所以我觉得 金灵姐的课 真的是特别好 虽然我的孩子 已经上大学了 但是每一节课 我无论是听任何课的时候 主要亲子教育 对我来说 都是一个触动 一个反省 母亲是一辈子的工作 永远是都不能退休的 一定要好好去做自己 多学习 谢谢你金灵姐 谢谢金灰 我就分享到这 我想分享两句 你好 喂 我想 吴老师你好 其实刚才这堂课 我长话的人说 其实刚才这堂课 我一直在听 然后我就在想 一个园丁 对一个对孩子的教育 一个木匠对孩子的教育 其实我有深刻体会 我有深刻的体会的 因为我母亲就是那种 园丁式的那种 那种教育 我父亲就是那种 木匠式的那种教育 因为我成长在一个 一个那个 就是离异的家庭当中 我跟 我跟随我母亲的 这种教育方法 去走的时候呢 其实我发现 其实一个孩子 他真正要面对的 并不是一个 规定好的一个世界 而是说 我们现在年轻人 玩游戏的说的是 开放性的游戏的一个世界 他应该在这里面 自由的去翱翔 因为这一路上 有坎坷 有坎坷 有困难 但是我觉得 更有一种 让他探索发现当中的 那种 那种惊喜与宝藏 其实这就是我们 人生当中的 许许多多的经历 会结成来的 你必须要让孩子 走在一个 开放的世界当中 而不是让他 按照你的既定路线去走 其实以我的 以我来讲的话 其实我今天 长话 我要说我三个爱好 一个是写作 一个是服装设计 一个是做游戏 其实刚才 那个基林姐 我应该是 那个叫 应该是叫阿姨了 基林阿姨讲的 那个话 是我特别有感触 就是说 一个孩子 如果他在一个 开放的世界当中 长大的话 他的思维方式 是非常不一样的 我觉得让他 生长在一个 开放性的世界当中 也是对他 一直的一个考验 就拿我的写作来说 就是我记得我写这个 我的未来 就就是了三部曲的时候 我是在我 我是 我是在我 95年的时候 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就有这种 就有这个想法 当时 因为我们当时 周围充斥着 很 我说话 大家能听听吗 能听听 你说吧 没问题 好的 因为那个当时 我们周围 我们在身边 充实了很多的 比如说游戏厅啊 还有很多的那个 动漫动画片啊 国内国外的 就国际的那个时候 那个时代 对我们80后来讲 冲击是特别大的 我们完全是陷入了 一个巨大的一个 惊喜与想象当中 每当面对了什么 美少女战士啊 圣斗师星矢啦 什么北斗神拳啦 等等等等 那些那个拳王结霸的 那些东西的时候 我感觉我是生活在一种 放大的一个环境当中 虽然当时我的 我的童年经历 非常的 非常坎坷 但我每次遇到他 遇到这个时候 我就特别的兴奋 于是那个时候 我就想 能不能把什么 大刀王武啊 什么南拳王了 之类的 就是这些人物 跟这些动漫人物 混在一起 写成一个小说 其实这个 这也是我当时的一个 这个梦想 结果没有实现 我小学的时候 没有实现 等我上中学的时候呢 我们赶上了一波 很好的浪潮 就是青春文文学的发源 像是玉秀啊 你韩寒呢 包括郭敬明 他们的小说 发表 是我们想到 原来年轻人 也可以写小说 原来我们以为作家 是一个成人的游戏 现在没想到 轮到了我们 没成年的年轻人 但那时候 还是没写成 因为什么的 缺少阅历 跟那个探索 直到后来 在2015年的时候 不断地坚持 不断地探索 我发现了 我发现 那个时候 我把题材改了 想写这科幻 武侠小说的时候 还是没写成 我足足 从2015年 到2020年 写了 足足经历了 五年的时间 但是在2020年 疫情的时候 我完成了 这部小说 我真的是 但是在我母亲鼓励下 我完成了这部小说 而且三年间 我完成了一整套 这个小说的三部曲 为了就是三部曲 我为什么说 我要 我要 我要你说 这一个能 就是说 孩子 兴趣是孩子 最好的老师 我就觉得 一个人 一个孩子 真的是要在 他自己兴趣上面 去成长的 他要去成长的 他要去探索的 什么是适合我的 我就觉得 我母亲 在这方面教育我的时候 他就说 特别是我的老师 教育我的时候 因为 我当时 学习成绩特别差 只有语文也好 语文不好 我的老师刚开始 特别批评我 批评我 就说 你怎么不好好学习呢 你怎么这样那样不努力 你妈那么可怜 但是 当我老师发现了 我写了一篇文章 在学校发表的时候 上面写了 我跟我母亲 艰辛的那种生活的时候 全班的人 读完我那篇 坐门就热了淫化 后来我老师 那后来那是个时候 因为我身体 精神方面方面 有病了嘛 我就要修学 我老师说了一句 影响我终身的话 他说 乌语 你不要去学别的 你只要坚持走文学 这条道路 你只要学语文 你坚持走文学 这条道路 你一定走得通 就是老师的这句话 还有我母亲的这种鼓励 我真的是有了今天 我完成了未来就是三部许 因为我在二十多年前的时候 我写这种题台的时候 没有人写过 二十多年后 还是没有人写过 我等于是第一个 吃螃蟹的人 我最终把这螃蟹 给啃下来了 这是我 我是我分享小说的 这个感慨 为什么说 我说 为什么说 我说我们要走那条 开放性的世界当时 当中呢 因为孩子很多天赋 很多隐藏的东西 他自己不知道 很多的东西他不知道 我到底擅长什么 他不知道 他需要去慢慢探索他 就像是我2005年的时候 后二十多年 因为我有练腹情结 就是因为这个练腹情结 我崇拜上了一个模特 后来呢 没想到 崇拜上了一个模特 我发现我自己也有 当模特的潜质 我不仅走出了模特这条路 而且我还发现了自己有 服装设计师的 舔赋 这个是我最大的一个发现 刚刚学的时候 我是认为我不行的 但是我母亲不断地鼓励我 我自己也不断地鼓励我 我勇于地探索 终于这条服装设计师的路 也让我给看下来了 我不是在别人强迫的 强迫的情况下 而是在自我探索的情况下 而是在自我不断鼓励 我母亲不断鼓励我 自己不断地鼓励我 我要走上了 服装设计师这条路 现在我已经有了 将近2000府的服装设计的 那个效果图 我打算等我那小时候火了之后 要把这个效果都推荐出去 这是一个服装设计方面的 最后一下我分享 我分享完游戏方面的 我就交给别人说 就是说怎么说呢 一个孩子 真的 我就觉得这个梦想 对孩子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 这个哪怕是一个很微笑 很微笑的一个梦想 它也能激发出很大的爆发性 像宇宙大爆炸一样的一个空间 一个爆炸感 其实我做这个游戏 我也是跟我的小说同龄 我小的时候就想做一个 汇集了所有的格斗游戏人物 动漫游戏人物的这个游戏 但始终没做成 因为那个时候年代太久远 技术太落后 我们没办法找到那么多东西 但是随着现今网络这么发达之后 我是2009年的时候接触到了这类游戏 当时我感觉是 我不明白这是什么 后来我2015年的时候 才正式开始制作 后来我花了八年的时间 终于做出了一个这样的游戏 前人后后经历了四个版本 我现在手头的这个版本 是最终的那个版本 做完的时候 所有人的评价是什么呢 它是全网人物最全 那个质量最高 人物最全 几乎拿破了所有电玩 动漫人物的一个游戏 甚至说那个 甚至说那个 有的网友告诉我说 你只要是你称第二 没有人敢称第一 这个游戏就达到这个地步 所以说我真的希望 怎么说呢 我们国家现在真的是 在开展素质教育 当我们真的面对着 这么浩瀚的资源的时候 这么开放的世界的时候 其实我们觉得 这一代的儿童是非常幸运的 他是非常非常幸运的 他应该借着 家长应该 不应该用那种木匠的想法 去雕刻孩子 只能是给孩子造成戏子的阴影 认为他什么都不行 若是你要用原定的方法 让他走在一个 充满开放世界的 这样的一个蓝图当中 一个游戏世界当中 让他自己任意探索的时候 他很快就会知道 我哪个行 我哪个不行 我能做什么 我不能做做什么 我感觉 他就会发现自己的强项 发现他自己心头所爱 最后朝着他所喜爱的领域走下去 最终不是能够成为灿烂的牡丹和玫瑰 就是能够成为苍天的 像南美洲世界爷那样的苍天大树 这就是我的分享 谢谢大家 好的 感谢吴宇老师的深情分享 一看吴宇老师就是个性情中人 我们也从你的成长经历当中 得到很多的益处 就是应该怎么去教育孩子 春花姐啊 春花姐啊 你来说几句 好 欢群好 俊玲儿好 腾心会议室的各位老师 大家晚上好 我刚才我就这样讲 在众多的家庭教育书籍当中 季灵为什么会选择园丁牛木匠 那实际上我会觉得 实际上这个和季灵的性格 以及他的教育理念 是高度契合的 和那个园丁的思维方式 是高度契合的 所以你会选择这样一本书 因为就是通过诱用 这就是你一个最好的实验天 你就是用这样的方法 并且还有实行 和你那个 对我觉得就是 你们的这种教育方式 真的是培养出了一个 特别自信阳光的悠悠 他小的时候 我记得我第一次看见悠悠的时候 应该是在一次活动当中 其实他的歌声 没有那么婉转动听 他的舞姿也没有那么优美 但是在他的身上 散发出来的那个自信 我就是最好的 我就是最棒的 我就知道 这个孩子长大一定错不了 因为这个自信 他会伴随他一生 他可能在他人生的路上 会遇到很多的艰难险阻 但是这种自信 以及父母给他的那份爱 能够帮助他抵御 人生的狂风暴雨 所以我就觉得 就是季灵 其实是在用 他的一个 成功的一个教育理念 这种园丁式的思维 还有一个呢 因为季灵一直在 这几年一直在从事教育方面 但我觉得你这个 你现在教孩子的创意写作 其实不只是在教孩子的一种 写作的技巧和方法 更重要的是 其实你还是用你的生命 在滋养他 就是你的那个性格 真的是特别的温暖 就是 谁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都会很舒服 而且遇到困难 遇到什么难事 特别愿意和你倾诉 就在和你倾诉的过程当中 可能那份情绪就能够得到流淌 所以你在给孩子上课的时候 你的那个心理学的那个背景 以及你那个温暖的那个性格 那个底色 真的就能够让孩子 有一个很好的成长 这是我想说第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 是园丁与木匠 那一个是固定性思维 一个是成长性思维 这个木匠 那我们看到木匠 所打造出来的 就是车子 椅子 床 衣柜 它就是固定的 但是如果我们去培养一个孩子 你就把它当成一个 一个固定的去培养 一个固定的思维去培养的时候 那么我们这个社会 它是一个多变的 特别复杂的 那它是没有这种应变能力的 所以它是不适应这个社会的 其实你要想让这个孩子 更好的在这个社会上发展 它就一定要有弹性 一定能够拥抱变化 在多变复杂的环境当中 它能够有任有余 所以这是我能想到的 还有一个呢 就是基点人在讲座的过程当中 提到了 其实孩子和父母 尤其是当孩子进入青春期的时候 它有的时候 它就会和父母产生对抗 那如果父母和孩子 终究有一场战争的话 最终以父母为胜出 那么将是一场悲剧 如果以孩子胜出 那么则是一场喜剧 所以说其实刚才我们所说 那是木匠 那园丁思维是什么 那我们在想 就是一枝独秀不是 那个百花齐放春满园 那这个园丁 它实际上 它是在经营一个花园 那在这个花园当中 它肯定不是一个品种 它有多种多样的 如果这个孩子 它是玫瑰 那你就按照玫瑰的方式 去培养它 如果它是个荷花呢 如果它是个辣梅呢 如果它是一个秋菊呢 你就要用适合它的方式 去培养它 所以我们在跟孩子 在陪伴它成长的过程当中 以及在抚养这个孩子的过程当中 真的是要适合 这个孩子的自身的特点 还有它的心理需求 而不是说千篇一律的 我去和别的孩子进行比较 如果进行比较出来的孩子 其实不光是孩子痛苦 家长也是非常痛苦的 所以我就觉得 就是我们一定根据孩子的特点 就是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 都有他自己的使命 那么家长的使命是什么呢 可能就是帮助孩子 去完成他的心愿 就像基伯伦 他有一首诗 是你的孩子 其实并不是你的孩子 它是因为自身的渴望 来到这个世界上 它经由你而来 但是却非 我想想这个原句是什么 他经由你来到这个世界 但却非因你而来 他在你身边 其实他并不属于你 就是我们一定去帮助孩子 去完成他的心愿 孩子永远是他人生的一个主驾驶 父母只能是他的副驾驶 只能给他提供意见 参考的意见 然后最终的决定权 在于孩子 最后呢 我还想分享一句话就是 我们不仅要以 园丁的这样的一个成长性的思维 去抚养孩子 其实也要用这种成长性的思维 来抚养我们自己 让我们自己成为一个 终身学习 终身成长的人 好 暂时感谢季灵 欢迎 好 感谢春花 感谢春花姐 春花姐每次 无论是讲书 还是讲话 都是给人一种 很温暖的感觉 和季灵老师的讲书一样 就是很治愈 那么还有哪位老师 想分享一下呢 我来说几句呀 好的 能听清楚 是我吧 那那那 要理解是吧 是 感谢那个 这个季灵老师 终于讲了这本 你懂的 原定一步讲 让你一直走在 进化路上的这本书 是吗季灵 在说流泪了 是的 再说就流泪了 就不多说了 然后心里都有 走在进化的路上 从我们 就是知道自己 有了孩子的那份信息 到他在我们身体里孕育 不断的发展 从这个B超上 能看到的那小点 到一点点的拍动 到他把我们踹行 到他真的 从我们身体里出来 我们看到那一团肉肉的 小小的 当然我女儿是八斤四两 不够小 然后一点一点的长大 在这期间 有我们那么多时间的陪伴 他们那么的 曾经他那么的离不开我们 到后来他离开我们 我们想见他一面都很难 到他有了自己的家庭 当他自己 有了自己的孩子 我们看着他 长大 他们跟着我们 一点点的 一起变老 是的 我们的孩子们 有一天也会 跟我们一起变老的 这是人生的一种幸福 如果有一天 我能陪着我孩子变老 如果我的女儿 在三十岁的 在八 这个 五十岁的时候 还有妈妈 那是我的奋斗目标 我的女儿在六十岁的时候 还有妈妈 那就是她的一个 我想 是我的幸福 也是她的幸福 就像我现在 我还有妈妈一样 就这样 我们看着他 一点点长大 一点点 走在金花的路上 刚才 春花说 金波伦的那首诗 原是这样写的 你的儿女 其实不是你的 你的儿女 其实不是你的儿女 他们是生命 对于自身渴望 而诞生的孩子 他们记住你 来到这个世界 却非因你而来 他们在你身旁 却并不属于你 你可以给予他们的是你的爱 却不是你的想法 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思想 你可以庇护的是 他们的身体 却不是他们的灵魂 因为 他们的灵魂属于明天 属于你做梦 也无法到达的明天 你可以拼尽全力 变得像他们一样 却不要让他们变得和你一样 因为生命 不会后退 也不再过去停留 你是弓 儿女 是从你那里射出的剑 弓箭手 望着未来之路上的剑靶 它用尽力气 将你拉开 使它的剑 射得又快 又远 拐着快乐的心情 在弓箭手的手中弯曲吧 因为它 爱一路飞翔的剑 也爱无比稳定的弓 今天基林老师给我们讲了 让我们去做园钉 不去做木匠 就在昨天周一 我去学道德经 学道德经第十章 我们的老祖宗跟我们说 生之续之 生而不有 为而不是 长而不载 是为玄德 玄德 玄是极限的意思 人最高的德 作为一个母亲 最高的德行就是 我们生下她 但她不属于我 我们拥有她 有一天 我们只有远远地看着她成长 他们就是我们 弯弓射出的剑 我们希望她飞得很高 很远 但我们明知道 她飞得越高越远 他们越不是我们的 但是 我们很高兴 远远地看着她 看着她 甚至 看不见她 也是幸福的 爱是放弃 放弃我们的那些想法 我的想法 我以为的 爱是坚持 坚持把自己变得更好 坚持去做自己认为最对的事情 爱是妥协 爱是忍让 爱是软下来 弱下来 爱是硬撑着 对你说 闺女放心 我很好 好吧 我就分析到这里 谢谢季灵 谢谢金辉 感谢盈利姐 感谢盈利姐的心情分享 盈利姐既是一个好老师 同时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妈妈 这是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就是自己在成长 孩子成长的也是特别好 我觉得盈利姐确实是人生的赢家 那么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赵明老师 今天我们看一下赵明老师怎么说 这个我听了以上这几位 这个分享啊 感觉非常感动 感觉他们就像一个教育家一样 你像孙灵啊 盈利啊 尤其盈利刚才说那个基本论那首诗 哎呀我感觉这个诗写得太好了 呃 无语呢 非常的也很好 也把自己的想法 说出来了 今天呢这个今天那个季灵啊 这个讲座的应该说是非常有这个非常有创意性的这么一个讲座啊 呃他这个讲座呢 讲的是呃园丁与这个 园丁与木顶 是不是啊 哎这个这个你看这个 这个是外国人写的一部一部书啊 这个书的名字本来就是非常的美啊 你看园丁 我原来以为你这个 这你这本书的名字 就是我没有 那时候太注意看的时候 我以为是园丁与树林 园丁与树林的话那应该是挺好的 园丁怎么能把这边树林啊 啊给他给他给给给给给打磨的非常非常 这这这个呃 非常的健壮啊 那么不是 他是园丁呢 园丁与那什么 那个叫什么 木匠 园丁与木匠 哎我就想了园丁与木匠之间 他又有他有个树林 啊那么就园丁和木匠之间 他有一片树林 那我高考的时候就是考的一篇作文叫 呃叫 呃 这个水 呃 树木 和森林 就水树木和森林 让你用水树木森林来写成一篇一论文 我高考课我还记得我是这么一篇作文 那就想起一个这个实际上吧 实际上是啥呢 是用一种园丁 园丁的思维 啊 呃 去处理 教育上的一些事情 尤其是孩子教育啊 呃 园丁 用那个 那个是什么园丁和什么 园丁树林和什么 木匠 木匠对我懂就不懂 梦木匠 用木匠的啥呢 用木匠这个他这个手段 呃 就是他这两个吧 他不是不可分离的 他俩是相互相成的关系 啊 他既像你仰望天空 一样的脚踏实地 只是方法不同而已 这两个东西都有 园丁是一种战略性的东西 而木匠呢 是一种是实操性的一种东西 我感觉这是很重要 尤其是对于这个儿童教育啊 就是咱们永英堂老师啊 能够做到这一点啊 就是把这个儿童教育啊 掰过来 掰碎了 揉进去 掰碎了啊 能够讲出这么好的一课啊 这很了不起 嗯 我想纪灵啊 他在这方面 这几年来 他是很钻研的 在少儿教育这方面 应该是成为一个 导师性的一个人物了 啊 已经很了不起了 啊 就是永英堂 如果是打造名师的话 就是纪灵这个 这一课 和纪灵这样的一个老师 就应该是咱们永英堂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名师啊 希望纪灵呢 把这个 呃 园丁和木匠这个系列 这不是三本书呢吗 把这本三本书都给他 看熟了 摸透了 然后呢 穿成一条线 把这个少儿这一块 讲出来 少儿这块啊 是非常重要 就是一个民族啊 在某个领域 革命性的创造 颠覆性的冲心 历史性的这个 世界性的引领 往往都得于一个 从小就在某方面 有过乐在其中 学习经历的孩子 今天纪灵就讲述这个 这个道理来 啊 就是你比如说啊 从小喜爱昆虫标本的达尔文 或者从小喜欢的 读书的毛泽东 还有呢 因为母亲生命 父亲长年在外 十岁 十一岁的时候 就开始当家 赵李家的 采米油盐的 外出应酬的 周来 我想你知道 我写的一篇文章里边 就是说的这个事 就是这个少儿这块 少儿这块 咱们是把这方面的 东西好好研究研究 我是一个门外行 我是一个这个 不懂这方面的东西 我就属于 我自己这个 自己脑子固有这个东西 我就随便的跟大家说一说 就是教育 就最重要的就是啥呢 就使这个 使这个儿童啊 从小到大 让人成为人 让人成为最好的自己 把每个人的个性 潜能充分的挖掘起来 应该以人为 为中心 也以人为本 培养人 成为 未来责任的担当者 问题的解决者 和优雅的生活者 谢谢季灵啊 季灵这课讲得太好 好 谢谢 谢谢张明老师 季灵姐就是读书会的一个宝 也感谢盈利姐 也感谢很多人 就是给我们搭建这样的平台 因为读书会后面 有很多很多的老师 在辛苦的工作着 所以说才有今天 我们如火如荼的 这样的大好形式 这个盛世繁华背后 是很多人 默默的辛苦的在努力 那么把剩下的时间 交给季灵姐 季灵姐 好 其实此刻 我跟蒋叔叔那种紧张 我现在就温暖 如果是很山群的话 其实还是可以继续落泪 我从我前说一下 大概也就是三两句话 第一句话其实是想说 听到张明老师 刚才在分享的时候 想到了一句话 就是那种说 推动这个摇篮的手 也是推动世界的手 而这个推动世界的摇篮的 这双手的背后 其实是一个又一个父母 或者是我们作为母亲的 那对于我自己来讲 就是多希望我爱学习 我希望我也能多学习 然后也希望我能把我学到了 和我们这一群有名堂读书会的 书友 老师们一起把这份 如果是光是热 我们一起传播出去 这是听张明老师讲解的时候 就那个讲话的时候的第一个感受 当听到英丽姐分享的时候 我就控制不住要哭 这个里边有好多种感受 但其中当时我总结大概就是有四个字 让爱流动 不论是讲一本书 还是我们在分享一个话题 还是我们一起面对过曾经的 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 其实因文字 因屏幕而连接起来以后 我们要是把我们心底的爱都表达出来 而后让它流动起来 那么其实每个人心头 我想今天晚上应该大家心里 就你们的讲话 给到我的就是两个字 温暖 都是一种 从为人父母 从看父母 从我们爱孩子 从我们对待孩子 甚至我们想到未来 一起慢慢变老的时候 是否能陪孩子 要走多远的时候 都是那种心底 又暖暖的深深的这种爱 在直不间里 在我的心里不断的流动 那在想到这些还有那么多伙伴 不是我讲的好 可能也不是书 多么的重要 是因为就这样的一个 人类经久不衰的一个话题 能扰动到每个人的内心深处 让大家都知道 我是怎样的呢 我想怎样的 那这让我想到 结合这本书 我自己特别想分享的一个 最后一个主题 其实有名堂读书会此刻 从开始一直到现在 其实更像一个温暖的大花园 是一个美丽的 忍了我们这些朋友的精神的花园 当然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走进来 但这个花园当中 那些为我们开始搭建各种平台的 张明老师 李慧老师 盈利姐等等 包括现在有名堂读书会的 秘书处的那些老师 其实很多人都付出好多的时间 经历各种资源关系的动用 其实大家何尝又不是在 大家一个非常丰富的 就生态系统 期待我们 就我这种 我第二次讲述 就期待很多热爱传播文化 传播书籍的 我们这些新的老师 也能够一点一点 在这么温暖自由 而有爱的环境里 不断地在成长 那我们成长出来以后 都希望也是百花起放 春满园 更期待的是 无论是哪个维度的 我们都有 喜欢去做的人 也喜欢把它做好以后 我们一起携手 让这个平台越来越大 让越来越多的人 因为我们哪怕只是一次讲书 哪怕只是和我们其中的谁 有过更多的一点接触 对他有一点点的影响 那哪怕影响一个人 就像那一天在秘书处 吃饭聚会的时候 张老师说 哪怕我们就影响一个人 那我们也是做对了 这时候 这我们不就是一个 我们这里就是 由各位园丁 辛勤的 有智慧的园丁 在搭建这样一个 非常有意涵 各种环境和成长 那种生态系统 那我想我是何德何能 我这么幸运 遇到了各位 我在此也忠心的 而诚振的 像所有的 我遇到的 有名堂的读书会的 各位书友 各位老师 说一声感谢 感恩有你们 让我今天有机会 在这里和大家分享 你们给我的那份爱 我会深深地 记在心中 也会用我的行动 去好好的回报 让我自己 也好好的成长和进化 谢谢大家 我讲完了就会 好 谢谢纪玲老师 情到深处 真是心里满满的 都是感动 不只是这堂课 更是因为这群人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群人 所以我才能深切地感受到 就是这样的一个集体 这样的一个大家庭 还有这一个群体里的每一个人 真的能感到 就是读书会 就是一团火 就是把大家 把大家的心都融化了 就是这种感觉 我也不知道在说什么了 我就是 就是感觉到 就是特别好的一群人 在做着一件特别好的一群事 一件事 希望我们在这条路上 然后越走越远 然后一路相伴美好 那么今天的讲书就到这里 感谢各位书友们的陪伴 谢谢监魂 好 各位老师晚安 晚安监魂 晚安 监灵姐 监魂辛苦了 早点快收拾那啥 赶紧休息 啊